客家子弟一乡落地生根却不忘本 感动时刻今天我们要来到印尼 这一回我们的镜头记录客家人张生辉 他在印尼呢是百年老店张长盛的二代掌柜 南北杂货已迈五十年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举凡客家梅干菜 客家饰饼在这里都是应有尽有 因为张生辉说客家的一切都不能忘 印尼雅加达的市场很热闹 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不过当地的客家人无人不知晓的 就是这家百年老店张长盛 这个楼本呢就是叫做大菜 有客家菜博也有客家梅干菜 客家味很浓厚 因为老板就是他 客家人张生辉 他在印尼卖南北杂货已经五十年 兼职卖道地的传统味 就是要让在海外的客家人 永远不要忘记家乡味 这里比较自愿 同时也能够降火 所以你云里哈田的时候 你哈干也都西方自己 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员工也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同根同源互相照顾 发扬了客家精神 而招呼上门的客人 也用客家亲切的口吻 拉近了印尼客家人的心 严选原料用古法研制 让当地的客家人 也能一解思想之情 店里头有客家食物 也有台湾食品 这么多的客家味 他最爱的就是香甜软Q的客家饰饼 他说这不只卖给客家人 连印尼当地人也会品尝这一味 希望让客家美食 借由他的老招牌 也能声明远播 除了卖家香气 也不忘延续客家传统 就算在海外 也要求子女要会说客家话 因为他认为语言是联系族群的情感 绝对要生生不息 张生会努力到世界各地 找寻地方的特色商品 因为在印尼 他要入境随俗 但也坚持不能忘本 这里的博公庙成了他经常造访的地点 不论是信仰还是延续家乡情 他都希望在异乡也能让客家精神持续发光 百年老店里 饰饼梅干菜 齐备客家味 千山万里万 热情不让本 延续客家情 落脚印尼 张生辉 宥喜客家 一厢耕耘 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